我们有个很清楚的目标 对不对呢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也可以我们这样说 这个目标就是神的国 所以下面我加了一节圣经去 他说这些人 哪些人呢 一个是压力大鼓 这些名字都太好了 我把它注在下面 很享受 这些作兵 作征战人是谁呢 一个是The Best Friends 还有一个呢 马可 发光 马可是发光的 还有呢 这个耶稣 耶稣其实就是耶稣了 是吧 是为神的国和我一同做功的 这是保罗在哥罗西说的 说到这一般的人呢 他有个目标 他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他这个目标啊 就是神的国 我希望啊 神的国能够出来 这里有一节啊 是根据啊 神的质疑而有的 为了什么呢 为了神的目的的 这我想你们都应该很熟了 在这个过程里 神的质疑和目的怎么产生呢 它是借助啊 这个通工的团队啊 通工团 这个通工团呢 他们呢 能够帮助圣徒们 这个God has given gifts to men 把恩赐给人 他所赐的 就是一个通工团了 有使徒们 有先知们 有传福音者们 有牧师们 有教师们 为了什么呢 他们第一个就是啊 第一个就是为了 成全 成全圣征徒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产生之分 各尽其之 产生可以尽职的职分 然后这有没有 就这个叫做生命成长 呃 呃 成全圣徒 呃 各尽其之 呃 为了什么 为了身体的建造 下面就说了 叫什么 叫生徒渐渐长大 他是成全圣徒 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sins 产生之分 unto the work of ministry 然后呢 产生建造 哦 unto the work of ministry unto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产生建造啊 然后呢 till we all arrive at 先几个安兔 然后有几个 arrive at 三个 arrive at 第一个 till we all arrive at the oneness of the faith 直到我们的信仰上是一 at fugelman at the what the measure the measure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所以那个 你今天要问呢 这个到底 这个神的国是什么 神的目的是什么 神的目的呀 就是 这个义父说 四章的末了 直到我们 最后一节怎么说 得以长大成人 然后怎么样 爱中把自己建造起来 所以这个目的是连着建造 但是你要注意 建造这个词 大概给我们用坏了 它是百分之百 一个organic word 这个字 百分之百 是一个生机的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们用的时候不知不觉 把它用作实行的时候 我们建造建造 对不对 你做这个 我做那个 我们一同来建造 没有这个事 这什么叫做神的国呢 神的国就是一个 把神旨意献出来的地方 同工团做什么呢 同工团就是啊 你们这个同工团中的人 乃是一般呢 有志愤 或者学习有志愤 或者乐意长出志愤来的人 这一般人是要成全圣徒的 这一般人是要帮助圣徒们做直视的工作的 这一般人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的 这一般人是为了圣徒们的生命啊 成长的 如果你注意啊 这四个东西 描述同工团 最好的就是一副所示着 因为神把我们这些曾经是神的仇敌 奴隶回来 神把我们奴隶回来啊 叫我们成为一系列被他征服的原先的仇敌 现在就成为他所使用的指示了 这个被他的征服 换句话说 你想在这个同工团里服侍主 你就需要一个是一个被神征服的人 你想让神来把你征服 这个征服以后呢 神就会把你制作成为一个主的仆人 他不是一个人 也有一些的使徒们 我再回来 使徒有大的 使徒有小的 使徒有明显的 懂不懂 那使徒也有 不是很明显的 可是的确在做使徒的工作的 他曾给我们使徒们 给我们先知们 给我们传福人们 给我们牧人们 给我们教师们 就是谁跟我们在一起啊 谁就得作成全 哇这个不得了啊 有些人聚会聚一辈子 都没有成长 有些地方跟人聚会 聚几次 他就开了 懂我这句话吗 是不是主的仆人 不是会不会讲道 不是能不能讲道 不是多有名望 是这个主的仆人 去来运作的时候 是不是人碰见他 享受到他的供应 得着他的帮助 因为享受到供应 得着他的帮助啊 他这个人啊 就这样呢 就被成全了 每一个份都需要成全 讲道需要成全 弹琴需要成全 读经需要成全 祷告需要成全 全福音需要成全 所有成全都带着操练 没有一个成全 不是操练出来的 没有人可以说 你很有音乐的天分 我成全你 没有这件事 你要真做一个音乐家 你就要有好多好多的操练 无论就怎么成全 和你这个天分 和你这个配合度 和你那个愿意的摆上 是绝对有关系 不是一个名师 就一定出高途 我们应该啊 后来很宽广啊 不要都是讲道 不要都是去开展教会 要很多弟兄 在很多不同的方面 都有好的发展 无论一个人多愿意成全你 到后来成全你的还是神 到后来成全你的 还是你自己 你摆得好 你摆得正 你摆得合一 你劳苦的对 你奉献的绝对 你受的同样的成全 你的成长会最快 你的成长会最显明 说到同工团 只有一副所思练 说得最清楚 也就是说 市长说 他身上高天呢 就奴猎了那一系列 曾经被撒旦奴猎去的 对不对呢 奴猎了一系列 然后怎样呢 征服了他们 然后怎样呢 就把他们制作成恩赐 这个恩赐啊 就是一个同工团 把它做成一个同工团呢 然后赐给他的教会 对不对呢 他赐给教会以后呢 叫他们怎样呢 受成全 叫他们怎样呢 叫他们可以做 执事的工作 有执分 叫他们呢 能够被建造 然后叫他们呢 能够成长 他自终呢 成为神的见证 他们在爱里 把自己建造起来 所以弟兄啊 现在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这个团队 有个目标 目标什么呢 因为所有跟我们 在一起的弟兄们呢 都有发展 都被成全出来 都有发展 弟兄啊 你懂不懂这个成全人 有多难呢 人要在你的心里 人要在你的记忆里 人要会占据你 你要对他有真的关怀 你看见他成长 你喜乐 你看见他软弱 你忧愁 你这个人 要和你所服事的弟兄姊妹啊 产生了生命中连结的关系 这样啊 你才可能是一个成全圣徒的 弟兄在你的服事下 个人才可以有他的分的 然后弟兄姊妹啊 才可以建造起来 弟兄啊 不要做做礼拜的 不要做聚会的 不要制作传分的 要做一个 我可以有这一份 我这一份呢 会把整个的弟兄姊妹 往前带 我愿意啊 我们中间好多弟兄 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啊 都不骄傲 不自傲 不自以为有 确实这样呢 都是在主面前啊 竭力征战的 结果在我们中间产生啊 好多的丰富出来 你记住啊 我觉得这个团队很有意思 very challenging 在这个团队里 没有一个人会感觉 I'm so necessary 也没有一个感觉 I'm unnecessary 每一个都学习了 我在这个团队里 这个团队啊 可以是升级的 是蓬勃的 是可以有发展的 我愿意说 连你们做母亲的 小妈妈啊 都应该出一些书 出什么书呢 我如何在 照顾我的孩子中间 认识了神了 享受到主了 我如何对孩子好 假如你有第二个小孩 中间差几岁 你怎么办 你怎么带这个小的 你怎么带他的哥哥和姐姐 哇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些 很熟灵的书啊 你写一本呢 婴儿教育嘛 基督徒的婴儿教育 如果你好好在教会生活里 成长十年 成长八年 有一段时间 叫你有一种丰富出来了 在这个丰富里 你开始来发展 你这个发展 不会侵占任何人 每个弟兄们 都是你发展的祝福 而你所发展出来的 又会成为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祝福 我愿意我们会成为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 是叫全球的基督徒 都尊敬的一个团队 没有人敢小看他们 他们中间什么人才都有 什么人才都产生 阿们不阿们呢 阿们吧 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目标就是神的国 到后来神的旨意可以成全 在这个过程里 这个同工团 同工团的弟兄们 就像以弗所四章 三章四章所说的 他们是被神征服的 他们被神掳掠回来的 他们是降服于神的权柄 而彼此成长在一起的 所以在他们中间 各种的职份都能显明出来 这个各种职份都能显明出来以后 有一同 大家一同来为主 圣徒们的成全 来为主 圣徒们同心合一来做知识的工作 来为主 基督圣徒的建造 来为主 大家一同生命的成长 弟兄们 这时候你就说了 主啊 我们真是一般 同父以恶的人 阿们吧 现在你说 主啊 我觉得荣耀 我觉得荣耀 我们这一生 太荣耀 我们不是摆在一个框框里 我们不是维持一个聚会 我们不是讲道给人听 当然包括讲道给人听 我们不仅仅是讲道给人听 我们的确是一般的 神可以使用的仆人 求神祝福我们